有位40歲的活動企劃專員 平常並沒有什麼不良的事好 而且身體狀況十分的良好 那他在半年前開始 常常久咳不遇 也注意到自己有一些喘民聲的情形 那一開始沒有特別注意 可是發現這個症狀持續很久 因此就到附近的醫院診所去就醫 那在經過一系列的氣喘用藥治療之後 病人也發現他的症狀其實有改善 可是很奇怪的就是 他的喘民症狀一直都沒有獲得改善 最近一次感冒 發現他這個發燒持續無法有效的退燒 因此就到我們的醫院急診就診 那在急診在了X光發現 其實他有著側的嚴重的肺炎 在抗神術治療了一個禮拜之後 發現這個肺炎的症狀並沒有獲得改善 因此我們安排了更精密的檢查 包括了電腦斷層以及直氣管經檢查 赫蘭發現他在左邊的組織氣管上面有一顆腫瘤 其實有七成的病人在我們發現肺癌的時候 都是沒有症狀的 那我們肺癌比較常見的症狀就是持續性的咳嗽 甚至會有一些咳血的情形 那再進一步可能會有一些胸悶胸痛 呼吸喘的情形 如果說這個腫瘤已經有吃到淋巴腺 或者是吃到神經血管 那可能會有一些聲音沙啞 吞咽困難 癌症症狀更嚴重的話 病人可能會有反復性肺炎 全身疲倦 體重減輕 食慾不症的這些情形出現 如果你平常健康狀況良好 可是臨時有一些氣喘的情形發現 那再經過了氣喘的治療 大概過了兩三個月 如果你的氣喘症狀還是持續 並沒有獲得改善 其實我們會建議 可能要繼續做一些比較精細的檢查 例如電腦斷層或者是直氣管徑 可能會有一些意外的發現 那在傳統開胸手術的話 通常我們需要從背部開到前胸 大概需要一個20公分左右的傷口 可能把肺部腫瘤進行摘除 那現在如果說你肺癌診斷是早期的 在第一期第二期 甚至第三期的前期 其實我們都可以考慮使用 胸腔鏡的微創手術 開兩個小傷口 那其中有一個傷口 大概只需要3到4公分 就可以把胸腔的腫瘤進行摘除 並且取出 微創手術的優點主要就是傷口小 所以我們可以明顯的減少病人的 初孕天宿 減少手術中的失血量 並且減少身體的一些發炎反應 那對於病人疏後的疼痛指數 當然也會有明顯的下降 那甚至有一些文獻指出 在這些好處之後 可以提供一個病人比較好的 一個五年存活率